有段时间没有说俄乌战争了 如今这场仗已经打了快三年了 乌克兰虽然有北约的援助 但是也是凭借着自己兼任不拔的意志 让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可谓是步履攀山 同时普大地的伟大宏图也正在土崩瓦解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聊一下 为何说俄罗斯如今会迅速走向溃败呢 首先在这场战争中 由于乌克兰东线已经相对固化 双方都很难展开有效的推进 于是乌克兰采取了另辟袭径的进攻性策略 在俄罗斯忙于利用榴弹炮缓慢推进东部时 在北约捐赠的陆地装甲车辆和防御系统的支持下 于2024年8月6日 一小只乌克兰士兵和资源车辆进入了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 最初克里姆林宫报道中称 他们迅速处理了入侵的力量 称乌克兰人是恐怖分子 但几天后很明显 俄罗斯人把自己给忽悠了 他们并没有对库尔斯克入侵做出了任何有效的措施 相反 他们留下了装备不良的当地防御力量 来应对这些入侵的乌克兰人 随后一波俄罗斯士兵放弃了抵抗 根据乌克兰国防部的说法 这场为其三周的入侵 导致了近600名俄罗斯士兵被俘 处理战俘的监狱报告显示 俄罗斯境内多达80%的防御部队 由相对新兵组成 对其中一名的战俘采访表示 这些新兵只有一到两周的基本战斗训练 然后被派往了接近乌克兰边境的地方 这里要补充的一点就是 虽然俄罗斯确实有强制增兵制 并以每年约30万新兵的速度补充其队伍 但是法律上并不允许新兵被部署到国外 这使得只能用这些训练不足的士兵 来保卫俄罗斯与乌克兰接壤的各个地区 而乌克兰的情报部恰恰早就掌握了这些 并充分利用这一点来发动了本次突袭 从结果上来看 库尔斯克地区的入侵成为了乌克兰的一个巨大成功 他们成功夺取了约500平方英里的土地 导致了12万到20万俄罗斯人流离思索 与俄罗斯2024年的推进相比 乌克兰在三周内占领的土地 与俄罗斯在之前七个月里占领的土地一样多 这表明了俄罗斯军队的低效 即使乌克兰只部分装备了北约武器 库尔斯克的入侵为乌克兰夺取了更多的领土 并也意味着乌克兰可以采取更为侵略性的打法 首先乌克兰的炮火资源 使其能够轰炸到俄罗斯重要的桥梁和补给线 特别是那些可以用于增援库尔斯克地区的设施 这可以让乌克兰在核四的时机占领更多的俄罗斯土地 并摧毁俄罗斯的有生力量 这也让俄罗斯不得不从东线前撤回部分的远程火力 转而支援库尔斯克 无疑会给予乌克兰顿巴斯等地区更多的喘息空间 试图迫使克林姆林宫放松对东部前线的侵略行动 而泽连斯基也表示 乌克兰计划尽可能长时间的控制库尔斯克 已向俄罗斯发出明确的信号 表明了乌克兰完全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同时 对俄罗斯领土使加更多的进攻压力 而且对库尔斯克的入侵也越过了俄罗斯所谓的使用核武器的红线 但是由于俄罗斯的红线可以再画个新的 所以这进一步鼓励了乌克兰 最终在八月底 乌克兰发动了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 这次袭击表明 乌克兰已经充分建立了对俄罗斯腹地众生的进攻能力 足以威胁俄罗斯的大后方 说明不仅在俄罗斯的工业和农村地区 就连莫斯科本身也不在安全 这进一步降低了俄罗斯人的士气 削弱了俄罗斯宣传的效果 在乌克兰战争期间 俄罗斯一直使用网络战在西方用户中宣传它 发动这场战争的正义性 但是它的这些宣传信众主要集中在俄罗斯的主要大城市 比如莫斯科或圣彼得堡 我这里要说的是 并不是说俄当局的宣传有多高明 也不是说莫斯科的市民的智商有多低 其实主要的原因是 这些大城市并没受到战争的重大影响 正所谓征兵还没征自己头上 依然歌舞升平 但是兵员还是要征的 所以俄罗斯征兵和军事招募 几乎普遍针对的是俄罗斯较为贫困的地区或囚犯 对于较为贫穷的地区采用的吸引手段其实也非常简单 就一个字 钱 俄罗斯军队一直在提供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三至四倍的工资来吸引核同士兵 根据PBS的一份报告 与全国总人口统计相比 少数民族在俄罗斯的死亡人数中所占比例过高 一份报告中称 死亡人数最多的十个地区其中有六个位于西伯利亚地区 但是尽管这些偏远地区的伤亡巨大 但是普京并不完全依赖这些民众的支持来维持权力 也就是说这些地区并不是普大地的基本盘 于是乌克兰想到了另一个对策 就是攻击它依赖的寡头 当俄罗斯首次入侵时 西方实施的经济制裁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尤其是在国际贸易方面 几十年来 俄罗斯依赖其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来推动经济 这使得能源公司的所有者能获得数十亿美元的利润 当制裁开始时 欧洲几乎切断了与俄罗斯的石油贸易 这使印度等国家挺身而出缓解了这一冲击 使得俄罗斯得以弥补损失 甚至在世界其他地区刚刚开始从疫情中恢复之际 俄罗斯实现了经济反弹 2023年 俄罗斯与他们的双边贸易达到了创纪录的2400亿美元 但是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俄四是一种按需出口的 也就是说有多少订单生产多少燃油 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 俄罗斯并没有大量的出口石油储备 而乌克兰正式发现了这一点 对俄罗斯西南部靠近乌克兰边境的燃油厂发动了无人机的袭击 那么这时也许有人会问 为何俄罗斯会把这么重要的设施建设在边境附近呢 这是因为俄乌战争之前 欧盟一直是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进口国 因此俄罗斯在欧洲边境附近建立了燃油厂 这样可以降低向欧盟市场提供能源的成本 但是俄罗斯肯定没想到的是 这个曾经的便利恰恰成了他的命门 除了经济问题外 在战争的第一年约有90万俄罗斯人离开了该国 大多数是收入较高的精英阶层 表示到俄罗斯的经济来源是很单一的 如果更多的精英离开俄罗斯的话 会让俄罗斯的产业更加的单一 从而让俄罗斯的经济更加的脆弱 另一个关键就是如今美国还没有解除对俄罗斯领土进行远程打击的许可 虽然乌克兰通过了无人机战争进行了深度打击 取得了部分的成功 但是使用更加先进和致命的系统 比如战术导弹巡航导弹的 对俄罗斯的经济命脉能源打击的效果会更好 所以也可以这么说 北约对乌克兰支持的力度可能最终决定战争的走向 但是由于川普的上台 未来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还不是很明朗 毕竟美国占了整个北约对乌克兰军事资源的三十二 可谓是一言九鼎 如今的川普虽然向普大帝表明了自己的和平方案 并要求普京不要将战争局势进一步升级 但是他显然低估了普京的决心 毕竟普京又不是你的小跟班 怎么会听你的摆布呢 于是马上集结了近五万大军 发动了对库尔斯克的猛攻 啪啪打川普的脸 但是不管怎么说 只要俄军拿不下库尔斯克地区 那将对于普大帝的政治生涯可谓是灾难性的 再加上国内糟糕的经济状况 无议会直接威胁他的统治根基 这也就解释了为何 俄军会不计伤亡代价的发起猛攻 是要赶在川普就任前拿下库尔斯克 作为未来重要的谈判筹码 那么战争打到现在 西方包括乌克兰的抵抗意志究竟是如何呢 根据乌克兰和其他14个欧洲国家进行的民意调查 显示资源乌克兰赢得战争 或迫使双方达成和平协议的占55% 其中乌克兰受访者中有70%认为 只要北约继续捐赠武器 乌克兰就有可能赢得战争 大多数受访者还认为 战争要么在未来一年内结束 要么在未来五年内结束